海外资料透露歼20有可能配备WF-15量向2018年珠海航展 9月5日香港南华早报透露 国产WF-15涡汕发动机已经突破一系列技术难关 将会在2018年底投放批量生产装备歼20战斗机 并且配备WF-15涡汕发动机的歼20D战斗机 有可能在今年珠海航展公开亮相 如果消息属实 表明歼20有可能在2020年之后达到完整技术状态 整体作战能力向前又迈进了一大步 可以媲美国F-22战斗机 这将是中国空军和航空工业一次飞跃 WF-15被称为中国的F-119涡汕发动机 F-22强悍性能很大程度来自于动力强劲的发动机 从相关消息来看 国厂WF-15发动机此前遇到一个主要问题 发动机叶片在高温状态下温度过高 似乎说明研制约WF-15发动机投入实用主要技术 难关就是高压涡轮液片耐高温性能有待提高 众所周知 衡量发动机性能一个关键指标 就是涡轮前温度 涡轮前温度越高 发动机推力越大 不过涡轮前温度越高 对于发动机液片要求越高 要求高压涡轮液片能够经受高温 高速燃气冲击 所以现代涡扇发动机液片采用了单新材料 复杂冷却等多种手段来提高液片性能 根据此前相关单位透露情况来看 国产高压涡轮液片在材料 工艺等方面还存在一定问题 尤其是成品率偏率 严重影响发动机使用 经过努力 相关单位已经解决了这些问题 国产新一代高压涡轮液片 采用了新一代单晶材料 双层冷却等多种手段 成品率也得到有效提高 这样就为国产发动机性能提高 打下了坚持的基础 F35没有要求超音速巡航能力 对于坚20来说 WS15涡扇发动机运用之后 整体性能将会有一个飞跃 海外资料认为 WF15发动机 对标美国 F119涡扇发动机 都属于第四代军用涡扇发动机 而兼 20现在使用的 AL-31FN-M1和 WF10B涡扇发动机均 属于第三代军用涡扇发动机 最大推力 由后者的8吨提高到10吨左右 加力推力 由13吨提高到15.5吨 这样兼 20B不论最大推力 还是加力 推力比尖20A要增加4-5吨左右 从而让飞机的飞行性能和机动性能迅速提高 尤其是具备超音速巡航能力 战斗机具备超音速巡航能力 意味着飞机能够更加迅速抵进拦机线 拦截入侵目标 发射导弹的时候 可以赋予导弹更大初始动能 扩展导弹攻击包线 由于F35战斗机在研制之初没有要求超音速巡航能力 最新消息说 F35内来换装便循环发动机之后才可能具备这方面能力 所以尖20B飞行包线完全可以覆盖F35战斗机 这样在空战之中就会占据优势 尖20配备WF15之后完 全可以压制F-35WS-15发动机研制成功 是国产航空发动机战斗机一次技术突破 表明中国航空发动机工业已经掌握第四代军用发动机研制技术 不过我们也要清醒看到F119发动机在新世纪之初就完成研制 投入实用 另外美国新一代军用航空发动机已经进入工程发展阶段 有希望在2025之后投入实用 所以相关单位可能还需要进一步努力 继续攻关第五代军用发动机 为国产航空发动机早日机身当金顶尖行列而努力奋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